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我们节目主持Larry 今天想和大家讲讲中国最新的海上安全法的情况 因为9月1日开始执行的海上安全法 其实对中国领海或者沿河岸的水域 其实都可能会带来一些深远的影响 所以军武器言都为大家解释海上安全法 最新的这个会对周边国家的形势会带来什么影响 说起8月20多日时宣布 主要要求外国船隻进入中国声称领海 就要报告详细讯息 如果你看回《环球时报》的报道 中国海市局出台的规定都说明了 包括潜水艇、潜水器 用核能的船隻 放射性物质的船隻 如果放在石化品 其他有毒化学物品的船隻 如果你们进入中国领海时 要详细报告你的情况 情况代表什么呢? 包括你的call sign 你的呼号 你的登记的名字 你的位置 你下一个停靠的港口 甚至乎你预计的到达时间 都需要准确地报道 给中国海市局做个避案 所以这个做法 我相信听下去就不是很特别 都是进入领海去做这件事 听下去都好像很寻常 但是我们会看 就括着领海两个字 就是究竟中国对领海 这个位置的范围 所以大家都会紧张 究竟他的范围 会否去到他的claim的九段线 这应该会对中国、美国 甚至乎很多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等 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首先要回顾一点 包括现在海上的法律 主要来自于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海洋法公约 上世纪80年代 规划出来的公约 主要是平衡海上潜在威胁 以及国际争议 以及基于国际自由贸易开放的通道 所以就要建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样叫做制衡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扰行为 但又能够平衡到自由开放贸易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80年代开始 全球化已经开始了 所以海上的运动 包括商贸的活动 是相当频繁的 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其实都带给很多沿海国家 很多方便 以及也有制约 即他们不可以骚扰 经过的商船等等的情况 但当然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它也不是万能的 当然有些国家会签 有些国家不签 例如美国就没有签 当然美国虽然说它不签 但不代表它不尊重 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也可以这样看 就是美国在战后 我们说二战之后 基本上主宰了世界上的海洋 就算前苏联来说 它也只能够制约美国 就不能够称霸海洋 所以某程度上美国都会引入 它一些原则 例如我们说的无害通过 无害通过这个机制 当然都会在海洋法里面 你都会看到的 所以又不能够 好像中国那边 你看一些研究 例如SESPI里面 有些学者研究就说 无害通过纯属是美国的机制 这个就不对的 这个本身在联合国 就是那个海洋法公约里面 如果大家仔细结合在第十九条里面 其实是有说过什么叫做无害通过的 先说我们轻轻说了无害通过的意思 接着我们就会看 究竟今次无害通过这个concept 能够应用在中国海上安全法里面 首先我们说到无害通过的意思 如果我们照字面看 例如不损害沿海国家的和平良好 秩序或者安全通过是无害的 或者是一些外国船隻 在对方领海里面 从事以下的活动 就要小心 例如包括你对沿海国主权的申索 领土的完整和政治上 即是你有挑战 用任何类型的武器做演习 在他们的领海里面 收集信息 损害他们的国防安全 做一些影响他们国防和安全的宣传行为 即是好像南韩开大声攻 任何飞机的起飞着陆和登机 当然都包括航空母船 军事指示的发射着陆和装载 例如我们说的飞弹发射 影响他们当国的海关财政移民 卫生法例的装载品 在那里暴雨 展开研究和调查 例如水民活动也算是 干扰对方的通讯系统 当然这一定是 所以上次的青衣 在网友进港之后 搞到青衣附近的停车 就是泊车之后 你看到他们的泊车器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锁匙 塞灵牙那些位置 美帝真是搞到人家的通讯系统 是不是有关他事呢 就是这样看 还有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活动 可能会干扰到他国的国家安全等等 这些我们就叫做你会侵害到 否则你不做以上的事 你就不算是会侵扰到对方 那你就可以claim自己做一个无害通过 但当然无害通过也有一个规则 就是你那个通过那一刻 你是要连续和迅速的 什么叫连续迅速呢 就是说连续 就是说你要连续不断地走 你不要被人看到 你走着停着 人家会想你停下这个概念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做观察 你想做放下一些特种部队在附近 然后就进行这个潜行 然后潜入对方国家 就进行一些秘密活动 所以其实你一架船 如果停下了一定有他的理由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要集结 如果集结的话 那你是一帮船 你当然要大家不会开太快 甚至乎拍了一架船 等对方集结了 然后就做一些军事行动 政策行动、威逼行动等等的情况 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连续和迅速 其实就是代表你是会尽快通过 那你就不是有其他特别的目的 就是会影响到对方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这个也很能够理解的 所以这个无害通过的concept 我个人认为是写得相当不错的了 那我们又回到中国的海运安全法 其实某程度上有少少抵触到 就是现在说你无害通过的问题 那究竟我们观察就是你去报备 如果对方说我真的用海运法公约里面 无害通过的 这些例子告诉你 我对沿海国,例如中国 你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没有任何威胁 我亦不会使用任何武器 我亦没有做演习 我又不会发射导弹 我又不会有着陆的问题 我又不会派一架无人机过来降落 我亦都不会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问题就是,始终都是我们固住的字 就是领海 究竟呢? 现在中国claim的领海 会去到多大? 现在我们去观察 其实这条海上安全法 是一种模糊性的 很模糊性的就是 究竟中国现在声称 拥有主权的领海 去到多大? 如果你去看,很早很早的了 例如我们讲的是90年代初 那时候它一个领海及地链驱法 如果你看中国那个年代那时候 大家看九二年是什么时间呢? 九二年就是八九之后 大家记得五月三十五号之后的活动 然后邓小平下放了权力少少 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抓棋的年代 那就是它当中的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 是它的领海相连的水域 包括什么呢? 就是中国大陆本身 它附近的近海岛序 台湾 当然这时候也包括了 其附属岛序包括 钓鱼台、澎湖岛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河岛 内水是指原领海 基斯面向陆地水域 包括什么呢? 包括渤海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主张其实某程度上 你包了东沙、西沙、南沙 但是我们要观察它怎么包发呢? 会不会有点像萧生说 就是你把东沙群岛group做一个岛的范围 西沙群岛group做一个岛的范围 南沙群岛就当它全部group做一个岛的范围 用南沙群岛就像一个岛的形式 再拓展它们的基线 还是每个岛本身都是一个基线呢? 这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如何做无害通过 那时候的水域界线 因为我们经常说 因为你要做12海里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国家要进入的时候 即是他们面对着有没有机会 会违反了海上高通安全法之外 也会违反了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这个才是重点 当然你如果去到钓鱼台的位置 即是我们隔一次你去到钓鱼台 刚才他们说的钓鱼台是其中一个位置 钓鱼台如果你都当它是领海的话 其实日本的军舰 你走过来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违反了 中国海上高通安全法之外 甚至乎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呢?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正 海上高通安全法的本身 和我们说联合国公约本身 其实是不是都是无底络的呢? 但是当然我们会观察 就是它现在包含的范围 包含核动力船潜水艇 这两样东西 其实传统来说 在领海潜水艇 你也是要浮上来的 这个就不是只是海上安全法说的那样东西 这个就算你看回 其实呢? 这些影响的影响到多大呢? 我们会观察到 理论上 理论上 你讲的call sign 那些民用的船尺 其实就没什么大影响的 我们都觉得民用的船尺 他们都会照 没有问题 会自愿提供 他们的名字 船主的名字 船长的名字 call sign 他们在哪里 目的地在哪里 一些货物的讯息等等 这些我们就觉得 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我们会观察到 如果现在在海洋安全法里面 中国究竟对民用船尺 固然会有一个定案 这个问题是不大 但对军用船尺 军艦又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你再看《环球时报》里面的报导 他会说中国决心要规范外国船尺 在本国领海里的使用权 但如果该船尺的军用船尺 结果未经事先通知 擅长中国领海 将被视为严重挑衅 中国军方将接受驱逐 或採取更严厉的措施 惩罚入侵者 另外一份报导 大家都知道是南华早报 马云之前买了这份早报 它里面有一个叫宋忠平 这个香港评论员 不过就用国语来帮大家做平民的 一个香港评论员 大家都知道宋忠平是什么人 宋忠平其实是以前解放军里面的二炮部队 即是现在我们说火箭军里面的军人 我不知道他做到哪个位置 做不做到上去的宗教上教 我想他就没有这些特别了 Anyway,就是宋忠平说 对修正案的预期范围 包括新规定适用在中国的领海 那么就说了 领海是什么呢? 东海、南海和中国的倒召 东海和南海其实就是现在 它们和国际之间 包括东海那边有日本、美国、澳洲 南海这边更多 包括东盟十国 亦都和美、澳、日、印 我们所说的四方安全会议 亦都看到法国会叉距离来 英国会叉距离来 荷兰会叉距离来 德国都要来南海之后行 你就知道现在有多少stakeholders 就是我们所说的持份者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 所有他们所说的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你事必就会和传统 我们所说的 《联合国海洋安全法》内的 无害通过 和自由航行这件事 其实就是会有一个抵触 就会在这 所以大家会观察 究竟现在中国的海洋安全法 会否其实 反过来说 你是会违反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 如果你真的 中国的海上安全法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 某程度上 你就会受到外方的压力 给到你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要逐出抉择 究竟你是要怎么演绎自己的 中国海上安全法 大家也会逼得中国 是要表达 你清清楚楚 你的领海基线是哪个位置 然后如果你真的说出了之后 你会包含东海、南海 一个你认为最大的范围之后 又会被外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 禁止你 禁止你 在某程度上 你可能是不少的 在这个位置之下 怎算呢 你会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收缩 将海上安全法 有名无实 说了 但最后不是太执行 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说的东海防空式别区 东海防空式别区 在当年建立了之后 美国和日本 无论是军机、军舰都会尝试通过 之后 究竟你有没有办法 可以维持着领空上的游侠管制 这也是我们会关心的问题 但如果apply下来 这次 第一个你会否成为有名无实 最后立场会退缩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过硬 反应过硬 会如何呢 直接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他们的海上行事基准 会跟回新的中国海洋法公约 即是中国海上安全法 去做指导 让中国海军 甚至海警 当然海警有海警法可以依次 他们可以去做事 海上民兵等等 但海上民兵 其实这一份不可以再受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保护 很难说这些是无海通过 很难说你如何在海上 做捕鱼作业等等的情况 所以有辣又不辣 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到 《中国海上安全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间 有没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即是合理的地方 不合理的地方 不合理的地方 究竟美国和中国 或者西方其他各国 如何去演绎呢 这个是我们 《军武器言》相当关注的一个点 当然这个点一直会引伸出来的 引伸包括 第一个就是 未来美国如果继续进行 这个自由航行 我相信也会继续 究竟中国会怎样反制呢 接着其他世界各国 一起做会怎样反制呢 还有大家都看到 今年夏天 海盗相当之繁忙 包括东海、南海也是 如果大家在海上 做一个军事演习 应该怎样呢 因为如果你画了南海 你领海的话 理论上就不能做任何军演了 一做就会严重侵犯你领海的权益 你在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里面 也有说到 你不能在对方的领海里面 做军演 尤其是做军演 一定会发射装置 武器 飞弹那些 你也会有飞机 因为有航空母航 全部一次违反好几条 究竟这个会怎样做呢 当然还有很多 例如说海底核潜艇 有些针对着美国 美国全部都是核潜艇 美国是没有常规潜艇的 但其他国家的常规潜艇 你又怎样看呢 还有很多 当然核潜艇不止美国 其实基本上英国都是用核潜艇的 法国也是用核潜艇的 但法国也有可以做常规潜艇的技术 当然你看到俄罗斯 俄罗斯 即是阿爹用核武器 在你这儿的东海南 你是不是又不给呢 当然他没有说不给 他可能说阿爹跟我说了 所以是可以走的 这个问题 有没有通报呢 就得理智了 我们不会说出来的 那你也不会公布你的文书 或者你的情况 所以我们都是估计的 所以这个位置 究竟会引发到多大的涟漪效应呢 这个我们下一集会再跟大家说 包括海水安全法引申出来 即是我们说军舰的通过 以及后我们会看 中国会不会有机会在南海 都设立一些防水别区呢 这个又是大家是需要关注的点 这个我们说到今天 就是中国海上安全法 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 有没有抵触的地方 还有来近中国的海警也好 海军也好 他们依次住的守则是什么野兰 大家要帮忙看看广告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Patreon会议频道 另外也可以货金 包括恒生银行 Payme和转数块 另外大家可以多点留言 点赞和赞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当然你可以现在想一想 就是这个海上安全法 给着你就是执法者 究竟你对着美国的自由航行 你会怎样呢? 第一,事而不见 第二,警告拘离 第三,强力执法 出动到军舰、导弹、雷达监控 然后赶直至离开有效水域为止 大家尽管发言一下 究竟你会怎样去做 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下一节继续和大家讨论一下 海上安全法会令到 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其他国家 怎样去做回应呢? 好,拜拜